在疫情当下,许多企业营运不佳 也导致员工经济收入来源减少 为了协助简安箱内弱势、经济边缘户 还有独居老人渡过难关 简安箱面代表余振华寻求企业协助 挑选最优质的池上米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 来自企业捐赠的200包池上米共400公斤 透过了简安箱带余振华的引介 捐赠给箱内弱势、经济边缘户、独居老人 协助在疫情期间,经济收入来源短缺 社会资源少的民众得以渡过难关 我们今天捐赠200包、400公斤的池上米 要捐给我们在地的边缘户跟独居老人 我们也特地捐赠台湾最好的池上米 让他们能够吃得安心 在获得余振华代表的讯息之后 采购了200包的优质池上米 捐赠给需要协助的民众 在疫情的当下帮助他们度过艰苦的时间 真的非常感谢全联档副在这个过在每一节的疫情期间 因为疫情期间说真的很多家户都没有这个米粮被食用 真的送出他们的爱心 因为他们取缉社会现在回馈在部落 在这里本人非常感谢 也期待所有的企业能够共襄盛举继续帮助在地需要帮助的朋友 加安乡人口众多 在志工们的帮忙之下也了解到乡内弱势家庭的需求 也刚好获得企业的捐赠 及时雨来的正是时候 需要被帮助我也在想说要找代表问看看 考虑到独居长者心动不便以及弱势家庭无需来回奔波 捐赠的企业主也前进部落轻送米粮并问候弱势家庭 并允诺未来会长期协助部落关怀弱势 让爱心能够温暖受振者的家庭 记者林杰 杰安乡采访报道